藤造 藤造就造成日造的意思 日光很多門的造色下來 那一顆一顆瓜 它懸吊著其實很像是一個綠色隧道 那很多顆黃色星球 我們才當初來取名一個藤造文字龍場這樣 既然返鄉大概漫入第四年 那我原本是在化工廠工作的 那我們在實驗室裡面分析跟品管 還有研發一些化學品 那長時間你接觸化學品後 你就開始想著 未來要一直從事這樣的工作嗎 那我們家裡也有田地也有土地 那之後我就跟家人討論後 就開始踏入這瘟室的建設跟做瘟室作物的栽培 那我就開始想瘟室這樣 可以用哪些科技方面可以應用的 類似一個科技農業的概念來進行 那這個Sensor是 記錄那個瘟室裡面的溫度跟濕度的感應器這樣 還有我們的日照 我們的光度計 那跟我們的雨水偵測器 那個Sensor來輔助我們的判斷跟執行 手機可以操作我們的馬達 不管我們灌溉馬達 滴灌馬達 我們的天窗 跟我們的捲陽 我們控制我們窗戶的開啟 跟我們風扇 烏溫室其實常種的作物就是小番茄 再來就有美龍瓜、香瓜跟小黃瓜 甚至甜椒 可是裡面就只有一個網屋羊香瓜 這個算是比較高難度跟高經濟的作物 所以才會選擇種這個網屋羊香瓜 羊香瓜有分為網屋羊香瓜 就有紋入的 那我們現在檯面上這個就是屬於光皮羊香瓜 它其實是沒有紋入的 可是當然是一種羊香瓜的品種 我們羊香瓜其實它又分紋入 有不一樣的品種特性 比較細紋的有台灣的品種 台灣的細紋羊香瓜 再來就比較高級一點的 比較較嫩一點的 就我們日本的阿羅斯 那種出王的羊香瓜 我們台灣的羊香瓜 其實還有在做蒟蒻跟綠肉的 那像我們餐桌上面 這個它是屬於光皮羊香瓜 那這個是月露蜜瓜 它是日本的品種 那台灣羊香瓜 其實它吃起來就比較 屬於肉質比較脆一點點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吃軟一點的話 也是OK的 那我們就隨著後手時間放久一點 它肉質也會變軟 是屬於台灣鹽化的品種 所以它甜度比較高一點 因為台灣人還是比較喜歡吃高甜度的 它也比較適合台灣的氣候 那我們日本的阿羅斯的話 其實它就原裝日本的種子的品種 那它的特點就是紋路會很立體 那它吃起來有一種色香味道 那肉質是非常的綿密的 我們月露蜜瓜的口感 非常介於兩者之間 它口感不會太軟 不會太硬 所以這個也是有日本的色香味道 它除了也是台灣王的瓜 跟日本阿羅斯兩者之間 做高級的洋香瓜的話 其實它這段 地頭展現是很重要的 所以留一個T字的地頭 所以我們這段一定要剪好 我們要控制病蟲害的話 我們要依環境來進行改造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通道是非常的寬鬆的 那你通道寬鬆的話 你通風就好 通風好的話其實病蟲害就會下降 我們對用藥方面就可以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也有做產效率的驗證 我們克服台灣的氣候栽種 其實跟日本的品質上是沒有什麼任何差異的 日本竟然水果的作價比較高一點 台灣栽種的話 其實我們作價只有它大分之一 所以我們價格上的優勢是非常大的 那品質上也是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出入於彰化福清香 那如果想要訂購的話 我們可以搜尋我們的FB粉狀 成造溫室融場 再歡迎大家來訂購 謝謝